并向莲师抛洒金粉 这就是结合升起 接下来请收看经典读送 要上白薄言 世尊 火欲见笔少众生等 而时日月土如来 即生又笔 从于四方 有百千亿众生 聚来即会 知如来所 顶礼佛足 让佛三渣 在佛前里 默然而住 要上白薄言 世尊 此众生何顾佛前 默然而住 佛告要上 善男子 辱不知耶 地大知信 无言无说 法句无知无觉 何以故 要上 此处少众生 不见生 不见灭 不见老病死 悠悲苦恼 拒受一切苦痛之脑 云何耳语 世故要上 如是众生 应当交之 耳语 耳语 耳上 佛提萨多 摩赫萨多 白佛言 世尊 少众生者 从何所来 何处中 当生何处 不知法者 佛告要上 善男子 如今地听 此处众生 非世人作 非金师作 非铁师作 非牧师作 非陶师作 非亡者作 男女和和 恶意而生 受诸苦痛 做不善行 受如是苦 明少众生 要上 彼不与佛言 不礼如来 彼受无量无边之苦 耳上 有少众生 不共佛语者 受如是无量无边苦恼 耳上 以不善之苦因缘故 不共佛语 不共佛语故 不知善 不知恶 不知生 虽得人生 不知生 不知灭 耳上 世民 年少众生 耳上 菩提萨多 白佛言 世尊 年少众生 云何生 云何灭 佛告要上 菩提萨多言 善男子 譬如有人 以目挑火 目则见烧 如是要上 众生之类 出生时苦 终苦 死苦 要上白佛言 世尊 生时谁生 灭时谁灭 佛告要上 善男子 如佛之生 如佛之灭 云如有人 必在暗室 眼无所见 父有一人 曾受苦恼 做事思维 此人受苦 甚为可敏 若不得脱 世人必死 以火与之 令得少明 时暗世人 见火叹喜 心得安乐 而时 比火已少因缘 赤燃火焰 稍比暗世 而时 比人被烧而死 时亡闻之 作如是念 我国众生 若有所犯 更不惜福 而时国王 告下人民 如等诸人 陌生不畏 于我国内 施辱无畏 若有所犯 不加害辱 以不杀辱 皆当安稳 陌生不畏 要上 如来亦复如是 烧诸烦恼 灭诸病苦 犹如彼人 为令暗世众生安稳 自烧而死 如来如是 为诸众生 令得安稳 不惜生命 拔诸细福 令得解脱 如是要上 如来永离 三毒之脑 为诸世间 作大灯明 于地狱 畜生恶鬼 阿修罗 老少众生 拔令解脱 而时 诸天于虚空中 而说寄言 最圣好福田 一切田中圣 世间无上尊 尊长诸脯子 脯田最圣田 能除诸部位 大师善方便 守护诸众生 助于涅槃界 而是在世间 令世间极灭 佛为无上师 救护少众生 亦救老众生 三界诸众生 方便而度之 避诸地狱门 即畜生恶鬼 此事得安乐 祂是亦安乐 而时如来 及时微笑 而说寄言 善哉见善人 善哉见佛陀 善哉闻法者 善哉能近身 善哉此法门 灭除一切恶 而时要上菩提萨多 摩赫萨多 白佛言 世尊 何因缘故 如来为笑 若无因缘 如来中不现 西有相 佛告要上 善男子 如见此等 少众生佛 要上白佛言 世尊 为然已见 佛告要上 善男子 此诸众生 今日皆得 住于实地 而时 要上菩提萨多 摩赫萨多 永神虚空 高八万游寻 共八万亿天子 于如来上 三种妙花 地上年少 诸众生等 皆礼佛足 而时要上 于虚空中 而作誓言 三千大千世界 众生皆闻此生 地狱众生 闻此生者 惜得解脱 三十三天 闻此阴生 皆来集会 十三千大千世界 六种争斗 十大海中 八万四千龙王 动而来集 三万亿 严福提叶叉 聚来集会 二万五千亿罗刹 恶鬼 聚来集会 时如来所 大众七集 而时如来 为诸年少众生 说法 从十方世界 有百千亿诸菩萨众 各以自神力 聚来集会 而时要上 菩提萨多 百佛言 世尊 从十方国 有无量菩萨 聚来集会 无量天 龙 夜叉 前踏婆 阿修罗 加罗罗 恶鬼 地狱 皆来集会 欲闻证法 为愿世尊 当未说之 佛告要上 菩提萨多 摩赫萨多言 善男子 如下至此 而时 要上菩提萨多 以自神力 崇上而下 向佛和掌 鼎礼佛足 白佛言 世尊 法聚 法聚者 何因缘故 名为法聚 佛告要上 善男子 法聚者 明约进行 进行者 能离一切不善之法 善男子 如见如此 少众生否 要上白佛 为然已见 佛告要上 此诸众生 离邪淫故 必得诸陀罗尼 必得具足 一切诸法 森切诈经 卷三 森切诈经 卷四 而时 要上菩提萨多 摩合萨多 白佛言 世尊 以何方便 令诸众生 洗文正法 佛告要上 菩提萨多 摩合萨多言 善男子 有诸众生 我说生苦 而不听受 劳苦 病苦 有悲之苦 愿曾会苦 爱别离苦 死灭之苦 要上 世民一切苦 时哲众生 文词法义 合掌礼佛 白佛言 世尊 我等亦有死也 佛告年少等 佛告年少等 如一切众生 已归于死 必少众生 白佛言 世尊 云和死至 佛言 善男子 临死之时 灭形式风起 世转风起 世相应风起 善男子 世三种风 临死之时 动于行事 必少众生 白佛言 世尊 何等三法 临死之时 恼于生事 佛言 善男子 一者刀脑 二者真脑 三者胀脑 世三种风 恼切其身 必少众生 白佛言 世尊 何者是身 佛言 善男子 生名火炬 生名烧燃 生名鱼痴 生名崩坏 生名刺剧 生名秋种 生名水炮 生名中淡 生名生脑 生名老 病苦恼 生名为死 爱别离 愿曾慧 世名为生 比诸年少 赴白佛言 世尊 世尊 如此之身 云何名死 云何名生 佛言 善男子 世灭名死 福德因缘 世起名生 善男子 名为生者 有无量益 经脉相缠 生有八万四千毛孔 附有八万四千户虫 在中而住 比诸虫瞪 亦有死念 人将死时 诸虫不畏 互相淡食 受诸苦痛 男女眷属 生大悲闹 蝶香食淡 诸虫相食 唯有二虫 七日斗争 过七日矣 一虫命禁 一虫油存 如比虫斗 临死不息 凡夫之人 亦复如是 乃至临终 争论不息 不畏生苦 不畏劳苦 不畏病苦 不畏死苦 如比二虫 至死不息 凡夫众生 亦不如是 死至之时 贤圣何言 丈夫 如作不善 如起不见世间苦也 不见生苦 不见病苦 不见劳苦 不见死苦 答言 如是已见生苦 病苦 劳苦 死苦 如若见如是苦 何不作诸善根 何故不畏厚世乐故 修诸善法 丈夫 我父温柔 何不作善 离于生苦 老苦 病苦 即以死苦 云和不休 正念之关 如于言福提 岂可不闻 见地生耶 不见众生 行不失耶 不见众生 于佛福田 众善根耶 香花斑改 失佛之时 如不见耶 如来所有四众弟子 比丘 比丘尼 幽伯瑟 幽伯仪 于佛靶中 有此四众 能救苦恶 宣圣何言 不善丈夫 造作如是 不善之也 二时 法王说记告曰 见如来出世 闻及法古音 见眼说法时 几灭至涅槃 见于多众生 作福者甚少 福能厚世乐 何故而不作 二时 彼人已记 达法亡言 我于吃无止 清净恶之事 造作不善业 犹豫名于心 我已多喜悦 今受苦痛报 多杀害众生 破坏和和僧 破坏宝塔斯 于吃无智慧 口作不善于 何骂于父母 我已不觉知 自多造众过 我见所深处 赞于大教育 于众和地狱 受于大苦痛 不于阿比狱 受无量巨苦 大莲花地狱 受于无量苦 黑神大地狱 百千神受苦 于一切地狱 骗受诸苦恼 无数百千节 受于大苦痛 行于黑暗狱 不见其门户 不堕火祸中 辗转受众苦 不有一地狱 明曰刀剑狱 百千亿刀剑 行列在我前 以此割结身 自业受苦恼 非公师所作 业感自然身 大风吹令起 割切片其身 不应受如是 定欲诸苦恼 一切诸众生 见我受此苦 我所有财宝 尽留在世间 男女及兄弟 姐妹亲眷属 父母及知识 奴婢作使人 牛羊诸畜生 我亦迷于此 贪着金银宝 及精妙衣服 贪着遭社宅 山宫画设施 众财女娱乐 空喉消敌因 以此痴心者 香汤自早遇 如是自于乐 晚吃无至身 种种而供养 我亦无兄弟 虚妄心贪着 今日寿无量 苦痛不可尽 世间甚尚未 贪着而淡食 香则已涂法 宝珠已为慢 贪色自迷醉 今无救济者 也为恶业因 剑已则生滩 耳因诸因生 闻已则生滩 闭罐以宝串 指着金宝环 烟谨着宝阴 角着于金串 坐金宝龙网 交路负其身 身着种种宝 以此字庄严 世间第一者 以为身庄严 细软上妙处 增长于爱欲 种种妙床踏 以字悦其身 种种好妙香 以图其字身 沾谈龙脑香 以此字图身 色香等珠香 用之字图身 沾薄虚摩纳 以此图其法 第一金妙衣 白蝶自一身 若舍白相衬 附成鱼马衬 为王治国阵 人众西进众 宫中诸飞后 善学歌舞系 禽兽在旷野 无事列残害 做如是等恶 不知后事报 谈但他肉顾 受如是苦报 愚痴无智慧 不知当有死 无以愚痴意 养育于生命 今日至死门 无能救济者 如等逐亲族 何用视我为 何不服圣衣 何故自幽枯 何故不舒法 而受于苦恼 我命中不存 造恶增多故 无狼乌雀等 使我此生肉 张仰此身体 为诸虫所食 生死因此生 众生则有生 因如是受药 令得离此难 事意不能治 无人救济者 今日受法药 令灭烦恼病 种种养此生 会必归于死 世间无上尊 救度诸众生 即灭诸佛子 亦能救众生 使诸妙法亚 令远离生死 使肉长此生 不知诸苦报 长养于此生 不佑少利益 此生玩吃聚 不知少恩分 其妾男女等 不知其恩利 掌养得成利 无能救济者 绝望无有之 忧愁入死地 众生生有苦 后则有死苦 想行触寿等 事则为终苦 于痴爱所福 身在于诸有 为爱欲所福 乐着于境界 众生无知故 唯有忧恼苦 善法不适之 心但着明子 不知于后世 犹如恶毒蛇 无名转众生 远离于解脱 不是解脱故 恶业所流转 心有烦恼故 众生助生死 烦恼烧众善 如获焚干木 流转于武道 无有少乐受 不知好妙乐 在于何处所 亲近佛国土 世尊转法轮 如来静音声 说界定智慧 而时世尊复告 要上菩提萨多 磨合萨多言 如是如是 恶行众生 命中之后 受诸苦恼 无救济者 善古报者 经说且驼 造恶不善业 必入于地狱 吞淡热铁丸 引于肺蓉铜 浴火撒其身 偏身体火烧 无处而不骗 转转受苦恼 不知于静乐 于法亦不知 于吃作非法 远离于乐果 信佛境界法 修行于智慧 以境界具足 速集成菩提 精进为第一 深进佛国土 宣说善法要 涉护诸众生 具足慈悲心 修行进半行 且解脱之见 成如来善谋 世间之父母 菩提心第一 说辞法门者 第一善之事 听辞法门者 必做无上尊 据世尊十号 极灭心相应 佛法浩瀚无牙 读诵大圣经典 既能开发智慧 更丰富生命 欢迎十方大众 踊跃护持本节目 护持账号 19658482 19658482 沪明中华印经协会 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明中华印经典 智慧 明中华印经典 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你死亡的那一天 没有人能够护卫你 亲吻的人们啊 你要做好仰赖自己的准备 当你跨入死亡门槛的时候 围绕在你身旁的亲友 几乎无法提供任何援助 也无法陪伴在你身旁 甚至连最富有的权贵 也无法带走一丝一毫的财富 最有权势的将军 也无法命令军队阻挡死亡的来临 他必须像其他的每一个人一样 屈服于死亡 你的心事将离开身体 在中阴徘徊游荡 在中阴 你将发现自己独自带着虚幻的一身身 处于幽暗之中 迷失绝望 完全不知所措 又不知道何去何从 那时 折磨大多数众生的可不幻觉 令人毛骨悚然 其可怕的程度 比莫难以形容 虽然 这些幻觉 只不过是你 心的投射 但在那个时候 它们却是强而有力的事实 在那个时候 你透过修持佛法 所获得的绝授 是唯一可能的未借来源 这是为什么 在此时此刻 就要开始努力修行 是如此重要 即使在太平时期 一个国家都要替未来 可能发生的侵略 未雨绸缪 做好因应的准备 同样的 你也必须时时刻刻 保持警觉 用修持佛法的方式 来准备面对死亡 佛法 如同永恒的丰收 能够为你的来世 提供食粮 并且 是你未来安乐的基础 互生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速往无量光佛差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我会保持有波炉 比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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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